今天就要用這兩個50塊銅板 在股東季的時候 零股投資 怎麼說呢 這邊有個超級零股達人 零股達人來招戰 換紀念品到底能多賺 30塊錢的話 你可以拿到這個股東紀念品 我要將近有20倍的報酬吧 暗紅色悶燒罐 這是據說的紀念品 市價可是要六七百元 但是當零股股東 買一股等於股價27塊 光賺價差就很夠力 如果你要提高你的報酬率的話 就是需要增加你的帳戶數 我們剛才有提到一個 你看100塊錢 你就可以換到大概3000塊錢的 股東紀念品 那如果你有12帳戶 其實你就可以賺到 36000塊錢左右的商品 找股價低的金融股 其實暗藏好貨 元大金零股只要10塊錢 就能換到市價700的防風外套 開發金零股8元 也能換到價值450的透明茶具組 甚至連電動牙刷 還有婆媽的保溫袋保鮮盒組 都是用120塊零股銅板架 能換到的好物 10元50元 我們可以拿來買零股之外 賺的錢我們要做什麼 當然是要存錢啦 這個電子小豬就可以幫我存錢 可別小看股東會的紀念品 這個藍色小豬 它居然是智慧不滿 能雲端記帳 你的手機等於是一個 雲端的存款簿 就是你用app 就可以知道你的豬裡面 有多少錢 不過零股投資也要手續費 但跟一般20元比起來 零股最低5元 還是有賺投 但專家提醒 選股價太低的 相對下市風險高 還是要懂得評估 才能聰明減便宜 記者綜合報導